那就請湯老師來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運勢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7月9號到7月15號 它的生肖整體運勢如何呢 首先來看一下只有運勢一顆心的話 就是生肖屬蛇屬蟹還有屬你的朋友 在運勢上要特別留意就是 因為這個時候可能原本事業上挺你的靠山 可能靠山要離職了或離開這個環境 那這個運程當中不管感情事業財運也好 這週的變化非常大 所以你的態度越謙卑越好 這時候麻煩才不會找上你喔 好 來看一下運勢有三顆心的 就是我們的生肖主頭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在運勢的表現上要特別注意就是 人緣得利感情豐收 這三個生肖這個禮拜特別有貴人緣 所以你好好的經營你的人脈 可以讓你在事業上更上一層囉 還有包含財運方面 所以都特別的好 來看一下運勢有四顆心的生肖 就是我們生肖屬虎 還有屬馬還有屬狗的朋友 好 來看一下運勢上就是 積極爭取大展紅族喔 所以事業上可以更上一層囉 而且這個逸馬心呢 代表就是說你要多奔波 然後多去跑外物 你就會賺更多的錢 所以很恭喜囉 來看一下五顆心呢 五顆心有生肖屬豬 屬兔和屬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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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雖然感情表現沒有那麼亮眼 但是呢在財運方面呢 極限找財運大發 這才是最實際啦 好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呢 財運最旺就是我們生肖屬兔的朋友 然後呢事業運家 生肖屬馬的朋友 以及桃花最紅屬龍的朋友 恭喜恭喜 好的 Amina老師呢也來跟大家預告 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老師 好我們先從兩顆星的開始看起 兩顆星有天蠍座 我們說事業為上缺乏動力 可能很多心思公事上面 有很多事情要你處理 但是你就是總是提不起勁 導致這事情累積的越來越多 會造成一些困擾 還有呢就是這個 射手座的朋友 工作量大責任增加 加上可能家中的氣氛會稍微有點火爆 所以下一週的運勢呢 也不是那麼的這個活潑開朗 然後呢還有這個水瓶座的朋友們 好我們說這個 資金壓力這個謹慎開銷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這個 衝動的消費的這種可能 所以需要多加注意 那我們接下來看三顆星的星座 牡羊座 好這個意見相左激發創意 可能跟這個公司的夥伴 或是我們的伴侶之間呢 這個意見是非常的不一致 好但是可以從兩個人不同的想法當中 激盪出這個更棒的火花 好 還有呢金牛座的朋友 我們說這個 流魚幻想鑽牛角尖 好其實這個下週的這個重點也是在於 這種跟伴侶之間呢 大家不要太過於堅持意見 要不然會造成這個氣氛的不佳 是 還有呢這個巨蟹座的朋友 突破困境 掙脫束縛 可能有一些過去這幾個星期 對你來說有一些困擾的事情 在下一週呢 會有一些這個可以突破的這個方法 讓被你發現到 讓你可以有一番嶄新的作為 嗯哼 那我們來看這個四顆星的星座 雙子座 投資獲利落袋為安 好可能真的過去幾周的這個投資收入呢 在未來一周是可以有一個獲利了結 那我們都知道 錢是放在口袋裡的才是你的 所以不要再把錢拿去這個 繼續滾下去 那樣子可能就 呃不是這麼的樂觀了 然後呢獅子座的朋友 意見領袖穩定大局 可能會有一些場合 需要你去發表出一些意見跟想法 然後你身邊的朋友呢 都會覺得 欸你的意見是蠻不錯的 可以帶領大家走出一番新的局面 還有雙女座的朋友們 我們說展現關懷贏得讚賞 好雙女座的朋友們 在未來一周 可能身邊有很多親朋好友 需要你去照顧 好多打電話去關心一下 好都可以這個 讓你的這個運勢更加的旺 我們來看五顆星的星座 第一名是 住你座的朋友 在下一周呢 樂於助人燈發光芒 對 好可能真的是 呃你可以這個 有機會對於你身邊的這些 親朋好友 你只是覺得你身手的一個 這個舉手之勞 但是別人會感激在心裡 還有呢天群座的朋友 我們說展現自我影響群眾 好就是在下一周呢 可能也是身邊的人需要你 去這個幫他們做出一些決定 好然後 未來一周這個運勢還蠻旺的 哦 然後摩羯座的朋友 這個我們說 溝通無礙無往不利 好尤其是在工作事業方面 摩羯座在未來一周呢 是有一些需要你去這個 調解一些不同意見的場合 所以呢 可以好好的發揮你的影響力 好就是未來一周的星座運勢 謝謝 老師再換我們加碼三個 加碼 來 好我們來看 財運最旺的是獅子座 耶 感情最旺的是雙魚座 耶 還有工作最旺的是母羊座 恭喜 好馬上來進行我們的數字測驗 湯老師幫大家